北爱尔兰城市伦敦德利金船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当地警方在社群网站上表示 除了爆炸起火的车之外 还有另外一部可疑车辆 因此已经疏散附近的部分居民 更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当地政坛领袖认为 这起事件可能是恐怖攻击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本案与争取爱尔兰统一的共和派有关 警方还在密切调查中 美国媒体分析 当地已经比较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之类的攻击事件 眼看英国脱欧期限就快要到了 北爱尔兰的边境问题恐怕已经触碰到北爱共和派的敏感神经 如今也有消息指出 英国首相梅伊打算找爱尔兰政府签订双边条约 想办法取消脱欧方案中的边境保障措施 渴望在下周宣布具体做法 大爱新闻反汇编译 还有一个气氛很诡决的地方在非洲 非洲这个国家 干活